你最关心的话题 你最在乎的领域 不以人物论大小 不以深浅断话题 三三来客了 我在这里等你 各位好 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其实是各位非常熟悉的一个面孔 他曾经提出的华人五十理念 在华人社区可谓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而且他的睿智和幽默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就是奥克兰市议员杨宗泽 欢迎颇样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最近在忙什么呢 杨市议员 最近很忙什么 其实很多人问我在忙什么的话 我其实一定要看我的schedule 我才知道忙什么 因为太多了 今天这个录影 已经是今天的七个行程的 第六个了 七个的第六个 对对对 所以应该怎么讲 等会还有一个 就可以完成今天行程上班 因为我们市议员 其实本身的工作会议很多 然后再加上很多不同 community的一些engagement 那你也知道 奥克兰一直在讲多元话 我们有将近超过200个语言 170几个不同的民族 那这些活动 就不要讲别的 关我们华人的活动 其实就相当多了 所以能够安排时间 能去的就尽量去 所以到目前 我们整个奥克兰市的议员 除了您之外 还有其他的华人脸吗 应该讲吧 就是大家都号称 我是奥克兰市政府 最近在有一个 10 years together 在2010年年年底 奥克兰总共有四个市 以前有北岸市 西区 奥克兰市 还有南区 跟其他的七个行政体 合成一个叫做大奥克兰市 又叫Super City 所以在大奥克兰市成立之后 其实就只有20个市议员 当然还有一个市长 另外有local board 就是地区委员会 有149个选出来的地区委员 总共就这170名 但以这个市院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讲 有史以来我是目前第一位 也是唯一位 那我希望我们 不好意思我要讲到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出来投票 发出声音有影响力 因为我不希望 我这是唯一的一个 也不希望是最后的一个 是 我觉得 Paul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每一次都带这种使命感 就是常常好像对于华社的 很多关于投票 关于为我们华社发声 这样的一些负担 好像心里面都一直是 蛮沉重的感觉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在你的政治生涯里面 你觉得这个华人50的 这个概念 有推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很多人 可能听过华人50 但也很搞不清楚 到底Paul 你们讲的50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人讲是不是 只能50个人参加 还是50岁以上 其实华人50的意义是希望 我们华人的投票率 在新西兰有一天能达到50% 或者超过50%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50的重要性 当然除了这个50之外 其实在政治上 比如说要执政 在新西兰 你必须你的政党的支持率 党票 或者你跟你的联合的政党 需要超过50% 我们常常讲多数服从少数 服从多数 其实这个多数是什么意思 过50就是多数 所以其实这个50 我觉得在这个政治的一个生态里面 系统里面 用数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50是非常有意思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以前在过去这10年 参选过7次 然后之前其实我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意 不管大大小小 以前做生意的话 你都希望客户的满意度 你希望百分之百 但从政之后 你是不可能的 中央政府 在中央政府 它是一个政党政治 你支持国家党的 你工党的 你可能很多地方 你就不能去同意 支持工党的 你不能支持国家党 在地方政府的话 比较没有这种党派的 的争执或分开的 对我来讲 从政以后 基本上就是 只要过多数就好 因为你做任何东西 一定有人赞成 一定有反应 我可以拿一个case来讲 前阵子在东区 有个venue venue place 就是因为现在 unitrip plan 很多地方 大家会发现到 原来一块地 它为什么卖那么高 因为它可以盖很多 multiple的 就是两层楼 三层楼的那种排屋也好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 奥克兰市民就会觉得 我怎么隔壁地卖掉之后 盖这个排屋 交通确实会造成问题 会有很多因素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 这个不好要反对 所以前阵子 我们东区的国会员 市员就说 我们大家出来 那有五六十个当地 那个巷子里面的居民都出来 三分之一是华人 在还没开始前 其实我跟那些华人沟通 我说当然用中文沟通 我说其实用我们的角度来看 你旁边的地卖掉之后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view 你突然间变成好像 monster一下变那么多 是 但你如果用反过来 如果你是建商 你有没有想到 我说我看到你们每个人 我只想到你们的银行账户 多一个零 因为你的地也可以卖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 包括对市政 有人讲交通 其实有很多地方 确实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 我们需要改进 但很多地方 我希望大家能改变 包括我前阵子 我在社交媒体 就您刚刚讲五十 就以后我讲话 我会比我以前讲话 可能更直接 因为比较忙 我也会 可能有些人听 会觉得不好听 但我会讲得很直 那等会节目中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碰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应该就是 我们既然移民来新西兰 其实我们应该抱的一个心态 是我们移民过来 我们不能说 这个Tina 你怎么中午喝咖啡 我们以前在北半球 不管在中国 或在港台 或者在新马 我们中午是喝茶的 其实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应该是抱的一个 来到生活习惯 入境随俗 但是能够改变它 就像前阵子 也有人跟我讲 你看 澳哥兰的交通很长 我说我同意你 因为一个交通 它一定是十年 二十年的一个规划 确实在以前 可能规划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人口的增长 在过去 没错 三十年增加一倍 我记得我八九年来的时候 那时候澳哥兰人 八十万人 不到八十万人 现在一百七十万人 增长了一倍多 对 但我们的基础建设 没有在三十年增长一倍 所以有很多地方 确实是很辛苦 要去顾虚 是 说得很好 那刚才我听到了 Paul也提到 比如说 不管是在东区 还是在整个澳克兰市 当一些这个大大小小的 可能需要进行计划 或者商量的时候 您刚刚提到了国会议员 那么国会议员和市议员 他们会在很多的计划上面 有一个合作 或者是共同商讨吗 会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 我们必须 我想大部分的人 其实了解这边的一个政治生态 我刚刚也提过 就是说在国会里 它是一个政党政治 所以它划分很明明 你是右边左边 你是哪个派的 但在市议会比较不一样 那当然市议会 其实有没有不一样 但因为我们中文都叫议员 所以很多人叫我议员 因为其实我老是觉得 我不是在国会 所以叫我市议员 或者叫我Paul 甚至有些年轻 叫我Uncle Paul 我比较习惯 那所以你如果说讲 这个国会议员 跟市议员方面的话 当然不一样 因为市政 是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是 那我们就讲一个东西 跟大家科普分享一下 澳克兰也有交通局 澳克兰Transport 我们简称AT 那中央政府有交通部门 叫NZTA 什么 就这是中央政府 那以澳克兰这么大的区域 其实以交通路线来讲 一号国道 就State Highway 这是中央政府交通局管的 其他在澳克兰的 就是我们澳克兰 所属的交通局负责 那中央一号公路 和二号公路 这种国道的 就是中央政府交通部负责 所以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 不管政客也好 或政治人物 常常有的时候 会用不同的这个议题 我有时候参加活动 老实讲 我也蛮被动的 因为这是我们市政府的 其实跟中央政府没有关系 但有的时候 因为借由媒体一去宣扬之后 故事就不一样 所以我做 我担任市员之后 我想了比较多的时候 两个 第一个是市政怎么样 让它有更好的结果 我讲的是一个过程 这一个结果 然后怎么样更好的过程 你拿到媒体去炒 像有人讲说 这个我刚刚讲的 奥克兰交通不好 这是事实 那有人讲 在北半球 国内很多交通很好 但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这边没办法说 明天要盖个高速公路 今天晚上我全部把 这些房子 一夜之间全部拆掉 这不行 所以很多地方 我们应该讲 它需要改建 它需要改建 但新西兰 或者我们讲奥克兰 有很多地方 就是它的独特地方不一样 所以你刚刚讲说 市议员跟国会议员 当然不一样 国会议员的第一个 我相信它的权责 它的范围很不一样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问 就是说在这个 某种程度上来说 咱们的地方政府 有的时候 它真正的去涉及到的领域 或者说它存在的重要性 对于当地市民 或者当地居民来讲 可能比一些 更高层的国会议员 他们的角色更重要 应该是这样 其实地方政府 就是有点像 你的周遭的十一主席 你每天出门 你可能说 学校的教育 是中央政府管的 但你孩子从出门 坐公车或坐校车走路 这些是地方政府 就比较地方政府的话 会跟你生活上会比较 也就是因为 为什么2016年 应该讲我之前 过去十年 参加过七次选举 也有三四次是中央的 但后来我反而觉得 在那边住久之后 我发现从地方 其实也蛮重要 因为这跟我们 不管是移民的华人 或亚裔 或移民 或本地人 其实很多信息相关的 是 刚才 这个Paul已经提到了 两到三次 就是说到了 您曾经参选的时候 其实是 已经有很多次的经历 然后可以说是 屡败屡战了 然后最后当然 也是顺利地能够当选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曾经为什么 参选了那么多次 然后还有那么多次 失败的经历 还一直在往前呢 其实我刚刚听到 也有四个字 好久没提 我常常用屡败屡战 或屡战屡败 然后也确实您刚刚讲的 就过去十年参加过七次 如果不小心2017年 五个政党找我参加大选 我只要点头一个 我就参加了八次 如果今年的大选 我又点头去参加 那真的是就九次了 破人身记录 我倒觉得不是因为次数多 但可能对华裔或本地人来讲 在这么密集短的期间 也就是我常常讲 我看一个政党也好 我看一个候选人也好 我比较在过去 我不看他选举前讲什么 或选举前说什么 我看的是他选完之后 不管他有没有选上 他之后做什么 说什么 我觉得这才重要 当然这边的系统 跟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 所以我选多少次 其实并不重要 我其实比较想的 因为有一个 应该讲一个使命感吧 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做 Marketing行销的关系 所以当初有个党叫 新公民党来找我 希望能够帮他们成立 也是因为帮他们成立之后 但两个月之内 我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成立完之后 交回给他们 那正好在 我还记得2010年 那时候我的孩子 现在都一个21一个12 当初才10岁11岁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内人讲 我说孩子都已经10岁11岁 爸爸从台湾来 他们还没去过台湾 所以我还记得2011年 我们回去台湾一趟 他们第一次回去台湾去看 看一些亲戚 然后2011年1月12号回来的时候 那正好那个新党 那时候正好也是 其实很多事情是因缘机会的 老天在看 因为正好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华人的国会议员 Pensy Wang 他还没有就任到期 他提先 就之前先行辞职 也因为他辞职超过六个月才大选 所以要补选 因为有补选 刚好他那个区域叫Botan 又是我过去31年待的地方 所以这个政党就跑过来说 Paul啊 你考不考虑代表我们政党出来 我在想说 我这个人其实扮演唱会的话 因为要卖票 所以我会在第一线跟大家碰面 选举的话 因为你要争取大家投给你的选票 所以你必须要在第一线 不然的话 我人是比较高的 但其实我做事 我比较喜欢在第二线在后面看 我比较喜欢这样 因为那时候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个党才成立不到两个月 其实就是个baby 所以我那时候讲 我说这样好了 如果这么优秀的人 其实华人很多 你们可以找 但如果最后一刻 你们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当然不让就出来 所以我记得14天后吧 还是16天 应该是1月28号吧 那几号 他们就说 Paul 我们的党部在Dominio成立了 你有什么时候有空来 那时候我的公司还蛮 也不是说 就是那时候有员工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节目 我说我下午就可以去 所以我记得大概约了三点 去Dominio 一进他们的所谓的党部 一进去有两派人 恭喜你就代表本团参加 我就去参加 那也是因为参加之后 刚开始都是 人家问什么 你答什么 但后来就发现到 可能在新西兰住了也有 当初也住了20年 碰到很多东西 就发现到 怎么出来选择 每个政党讲的东西 跟实际上其实差异很大 有区别 然后后来就发现到 我记得我还记得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跟家人讲 我说选应该是选不到 但至少保持有一个声量 可以告诉大家 就算选不到 也许将来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 还可以跟自己的孙子孙女讲 Once upon a time 曾经你的爷爷做了什么 所以后来就慢慢碰到很多东西 也确实发现到 我们移民过来 确实在某方面 可以帮到一些地方 那如果我 能力虽然不是很强 但有些地方我可以住到 我觉得那我就keep going 那第二年正好也是因为 这个党后来没有参加大选 就2011 不是第二年 2011年的时候正好大选 那时候有个叫保守党 所以那时候那个党魁 有打电话给我说 Paul 你们党不参加大选 然后你考不考虑嫁过来 我还记得一件很好的事 其实我当初是蛮雄心壮志的 我其实很想做 但我想我们做个华人 还是矜持一点 我说过两天回复你 但我第二天就回复 我说出来 所以后来到保守党 也待到2014年 在其中也参加过 地方选举大选 然后就一路下来 那就发现到 其实华人 不管是我们这一代 上一代或下一代 其实都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 所有很好的情况下 在有个地方一直很欠缺 就是在我们的政治上 所以我觉得 希望我能抛砖以医 但是因为这边的制度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 有人讲议员 所以其实议员也分很多个 不同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但我想议员也好 市长也好 总理也好 国会员也好 其实他这个抬头 其实在这个国度里面 他就是一个人民公仆 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刚刚您讲了这么多 我们也听到了 你提到其实之前的时候 可能你是接触更多的是一些 演绎的事业 或者说演绎的背景 那么有没有担心过 比如说当你从政治之后 别人会觉得 你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有名气 或者是让自己利用这样的一个 很多抛头露面 这样的一些契机 可以让你自己其他的事业 变得更加的辉煌呢 我倒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名气 我不太在乎这所谓的 讲老实话 但有人可能未必会 我还记得 因为家父在今年8月19号 94岁刚去世 我还记得在十几年前 因为我那儿办活动 所以这里面 还有一些故事在里头 我的故事其实很多 我只跟大家 那我们非常感谢杨艺元 刚才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我们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聊 我调众的欧阳在此宣誓 我将接近我的能力 和安排力 为奥战士的最大利益 忠实公正的 并依据我的局限来执行 我应承担了 及故人权力和指责 依据2002年地方政府法 1987年地方政府 官方信息和惠网 或其他任何相关法律 成为奥戴士惠惠的权力 我爱托扬 你得验扬 我蛮有意思 好 我们刚刚看到 杨艺元当时这个 在宣誓就职时候的一个视频 当时是讲的中文 中文跟英文 因为这边规定官方语言 目前还是以英文跟毛利语 我毛利语还在加强 一年多讲一句话 还有手语这是官方的 所以可以讲自己选择的语言 但是一定要讲英文跟毛利语 其中一个做宣誓 如果不讲的话 那就没有宣誓成为师语言 所以先讲中文 有没有让你自己觉得 有一种特别自豪或者亲切的感觉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第一个不可否认 我们是移民过来新西兰 但是也不可否认 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加上 我本来就是一个华人 而且加上我们有这么多的压力 其实我一开始在讲中文之前 我还尽量用日语 韩语 泰语 印度文有两种不一样的 然后中文我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要把150几个民族的 统统讲完可能也没办法 但我觉得第一我很自豪 我是一个华人 然后能够在那边 而且现场也蛮多华人的 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 现场的华人比我还激动 是 护员团非常的给力 给力 而且其实我知道所有的市议员 因为今年有两个市议员退休 有两个市议员没有竞选成功 所以有四个新的市议员一起宣誓 总共20个市议员 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对我们华人 对这种亚洲人移民 其实很多地方知道 但有的时候一知半解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在市议会 跟自己的同僚或者所有的官僚作业的 或者下属机构去沟通 其实这已经两年的时间都还在努力中 是 那你刚刚看到那个片段 我觉得宣誓的时候 也不是 应该讲就是 因为我本来是准备英文的 但后来是我还记得就是 开场前他们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因为我也以为就是 规定英文或毛利人 我当然来选英文 但后来说可以用自己的管筷 我就简单的翻译一下 所以我先讲中文再讲英文 所以刚才那个片段是您太太录的吗 不是 我看华人 我也不知道谁 反正当天传出来的很多 有没有非常紧张 当然是觉得 不会我从来不紧张 是 对对对 因为讲错也没人知道 OK 所以在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当中 觉得就是已经就职这么久了 跟大家的这种配合 包括把这个市政府里面的一些相关的 就是需要让民众了解的信息 你觉得在华人的社区里面 您个人感觉到你的职责 做到位了吗 我自己要求其实蛮高 我一直就觉得没有做很好 那但是我尽量做 像前阵子有关 因为也是因为COVID-19这个疫情 所以各个公司行号 各个的市政企业其实都受损失蛮大 其实澳洲市政府也一样 所以我们甚至这个Finance的这个Chair 就提希望每个市员提供一下 怎么增加澳洲市政的这个收入跟价值 然后我就也借了个机会 我常常认为在市政上的一些询问 不是光问而已 同时也可以让很多我们的移民的 不管华人或亚人 可以了解这个市政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你说我们做很好 我说其实它很多很大 我还记得刚刚做市员的时候 基本上东南西北的活动 我都经常去参加 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 那个地方出来 即使在奥克兰 因为有的又还是毛利语 有的又是英文 有些地方我其实不知道 但好在我叫Google 我还查出来到底现在讨论 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不是只讨论我们东区 或者是华人 其实是整个奥克兰 然后我去每个地方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哇奥克兰真的很大 天天这样子跑的油钱 或者什么都是自己在出 所以当我是觉得就是说 应该自己算是一个抛砖营运 我希望尤其我们华人移民过来 基本上每个的水平 或者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 还包括我们年轻人 慢慢出来有很多很好 就是您刚刚有提到 这个华人50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讨论 就是希望从2021年开始 希望开始从年轻的 二三四十岁的来作为主体 而不是我们这些五六七十岁的人 来做主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你说有没有做到 奥克兰我刚才也讲了 其实市政金属建设 有很多地方还不够到位 因为人口的增长 所以要做的其实很多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说很有意思 我们今年因为这个 COVID-19的一些缘故 可能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 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确实你也是上任时间不久 然后就遇到了这个疫情 所以有没有给你的工作 或者各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 还好因为我是2018年补选进去 但就做了一年 那年我常常跟我私下 跟我的朋友讲 我不仅是拼命 我简直是玩命 因为那是透过补选的 所以大家都在看你 刚刚你也提到 我穿领带 我们来讲什么颜色怎么搭配 其实在没有当市议员之前 我大概一年 我穿不到 带领带不超过五天的 所以你是一个很casual的人 我是其实非常casual的人 但是因为选上之后 你整个市议会人都在看这个 这个选上游戏来第一位 他是谁 你是谁 所以市议会认识我的人 多过我认识他们 但我觉得既然是代表华人 代表牙医 那你就必须还是有一个规规矩 但在习惯之后 就变得反而就投票 所以如果 我觉得那天有一天看到 我特别因为 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吧 到哪边 到Clifton 就是那个Oies Farm那边去 我就casual一点 那有些人看到 认出来了结果 对 但就会觉得 好像跟平常的poe不一样 但如果认识我久的 超过两年以上的 其实都知道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look 但我希望casual一点 但问题是既然出来的话 我们讲的这个人靠一装 那大家对一个华人亚裔的 第一个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 我觉得 我不敢讲说我代表 但我觉得 在某个程度上 我应该要多注意一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是尊重 可是像这样的穿着的这种对比 包括一些习惯 有没有觉得也是一种特点 而且是更能够融入西方的社会 乃至于从事西方的政治的 因为我们很多大家都知道 对于这个西方的一些政客来讲 他其实在这些方面 可能跟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思想 他就有一些区别 其实应该讲 当然正式的活动 你是要这样 但其实一般来讲 我发现我穿着在市议会里面来讲 是比较formal的 就是一般来讲 他们可能开会的时候 领带就拿掉 我比较少 因为原因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希望也许有一天 有多一位亚裔或华裔诗员的时候 我可能会回到本性的casual一点 所以您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种 我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以身作则 希望就是说在某些方面 尤其在公众领域上面 我觉得确实以我的背景来讲 就是说第一 来新西兰其实也有比我久的 第二代 第三代 但我也来了三十一年 那你说是不是很有能力 也未必 但在某个领域上 我觉得更好 正好有这个天时地利的一个时机 有这个机会的话 可以带动 我讲应该是带动 推动一些 但你说是带领 我倒觉得就包括是议员 我刚刚讲的 那都是一个抬头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 可能你在机场碰到总理走过去 这边人可能就是说个嗨 但我们华人就会说 他有没有机会照相或怎么样 所以我倒觉得我们来这边 还是刚刚讲的能够入境水属 但把我们最好 我常常讲就是西方文化 如果把我们中华文化最好的合容在一起 这就是对我们下代对国家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关于照相 当时我也是看过你的一个选举 在这个造势的过程里面 好像你也是提到了 好像还不止一次 就关于这个很多的华人的选民 或者说是他们去对待一些政客的表现上面 他们其实参与度很低 他们更喜欢的就是去和这些公众人物 或者是一些市政议员去进行拍照 合影留念 证明自己跟他见过面 那么您在当时说完这样的话 有没有怕被大家进行攻击 就觉得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移民过来 对传统来讲 本来就会把一些 所谓的 这边叫Elect Member 就选出来这些公子 我们叫公子人人民公普 但很多人把它稍微神化了 就说总理怎么样 但不可否认 因为在亚洲的很多政治的领域跟系统上来讲 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就讲一个 你知道奥克兰市政府跟这个加州 还有广州是姐妹城市 都有一个Trapata三层这个峰会 每年都会办 今年本来是在广州的 我本来也要遇事要过去 但结果一个COVID-19不能去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记得去年在奥克兰办的时候 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国内来的代表团 他们拼命在照相 但他不是找我们新西兰的 或者找加州的这些政治人物商家照相 他们一直在跟广州来的市委书记还是什么 张先生 我就一直搞不清我就问他们 奇怪为什么你们从国内来 为什么还要跟国内的官员照相 后来他们回答我 他说我们在国内没有机会跟他照照相 所以这个有些我讲的是 其实照相并不是一个坏事 尤其其实我以前有studio照婚纱像 可能应该讲新西兰最大的婚纱是一对印度人 在2011年的年底在For Mosa拍 那个还是我们公司全程拍的 我们没有做广告 当初没有做广告的原因是因为签了合约 不能对外 因为大家如果看新闻还记得 TV1 TV3的直升机还在拍这个 所以说到照相是因为 你自己对照相这个词本来就比较敏感 然后可能结合你的一些经历 再加上我们可能看到的很多华人 对于一些正台人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是不是就让你觉得 更有一种心理的感受想要发表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觉得可以花点时间这样 就是这跟我参选那么多次 在第六次参选的时候 我记得是2018年 我还记得是6月10号 我决定参选 那2018年因为东区的一个市议员 东区因为人多有两个市议员 那一位市议员以前叫Decrate 他是奥运的一个银牌得主 他在2018年的5月28号病逝 所以马上有个补选 当初我还在犹豫 因为我2016年我觉得 那次选完之后我觉得OK 我应该在政界算毕业 结束了 结束了 所以我专心 所以那时候开始恢复自己做演出 什么理查克莱德曼 三重奏 而且开始我的演出 就是我办的活动 不仅是在新西兰 我还到了澳洲去 OK 所以其实自己开始很忙 那2018年大家如果还记得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也是一个好朋友 不过他在今年年初去是叫吕继红 他弄了一个叫百爱之城 CDR of a hundred labor 总共投资超过了1000万牛币在Sky City Theater 一个live的一个歌剧秀 然后他其实那时候请我去担任他的marketing director 那其实我那时候 我记得6月9号 因为我办一个 我们那时候我公司 扑向国际 接了一个就是茅台集团 授权给我们办了一个 第五届全球酒业联盟的一个峰会 以及茅台一个天朝上品的一个鸡尾酒会 我以前以为茅台局就一种 原来还有很多种 而且还不仅是整个镇全部都叫茅台 所以因为那一天有一位国会议员 其实他旁边还有其他国会议员 他来的时候我就不讲谁了 因为他现在也被 之前被一个政党赶出去之后 这次大选跟人家结合 最后也结束了他的政治 这个人都过去我就不多说 人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 但当初我记得2018年6月9号 因为帮茅台主办这个 我等于是代表主办人 所以当这些所谓政治人物来的时候 我必须要代表主办单位 招呼他们 但没想到我说 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峰会与酒会 用英文讲完之后 这位国会议员突然就指着我 你们华人就对着我讲 这是他说的 而且其实现场也别人听到 你们华人就知道吃饭捐款照相不投票 其实很难听 但我理解 所以听上去是有讽刺我们的 很明显的讽刺 但他是讲讽刺 但是我听得懂 但我不生气 两个原因 第一我代表大会我不能生气 而且他不是我邀请的 但第二个我要讲的实话就是 他讲这句话 他旁边有前贸易部长 后面有他的党主席 党魁 也就是说 其实我的认知就是说 这句话是不好听 但他讲的是事实 而且国会里120个国会议员 包括我们两位之前的国会议员 其实都知道华人嘴巴讲投票 跟去投票两回事 那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很多人都讲 我们投票率很高 但大家知道 所有的投票的票上面有个八口 就今天听哪 你哪次有投票 哪次没投票 都有记录 但至于你投谁 没有记录 所以我们当然今天这个节目 不是来讲选举 就是也是因为那天 他讲了这句话 我也不舒服 但我还是笑嘻嘻的 没有说话 但我第二天 我记得就跟我的好朋友 李俊鸿讲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接你这个marketing的工作 感觉自己有新的一个任务要做了 我跟他讲 我决定参加2018年的市议员的补选 所以那一天的这个酒会 对你的人生影响还蛮大的 其实那时候也在考虑 就是说之前的家人 会有很多好朋友 就讲说可能2018年的补选 是最有机会 因为补选的投票率比较低 只要华人的投票率高就好了 所以我还记得那个两个半月的选举期间 我跑了60个地方 真的很累 所以而且一选上之后 我真的叫马步挺挺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 就是不大不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是疑问 就是有很多的华人 不管是政客 议员 还是说普通的百姓 好像大家都特别的希望 华人能够有一个凝聚力 能够团结起来 特别在海外的一些不同的国家 可以为我们的华人群体发声 然后做一些实事 包括您在内 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心态 可是真正的说到 为什么他们又可能打着想要投票 但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分析过 就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比如说他们其实不是不愿意去投票 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投谁 所以怕自己出错误 那我万一投了一个 我根本就不想支持的人 结果我把票还给他了 那最后万一 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怎么讲 中国人的这种怕背包袱 怕有这样的一种自责感 或者脱不了干系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同意你讲的 但大家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其实像我推广的 包括我周围推广的华人舞势 其实我们讲的 希望大家去投票 甚至我们还有下一句话 即使投废票你都要去投 是 为什么 因为投废票表示你有投票 因为我们现在欠缺的 在新西兰我刚才也讲过 我们什么都好 但在政治上没有声音 对不起 投废票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去投票 你有投票 但你没有投对 比如说你本来应该选一个市长 Tina的 就你把Tina跟Paul都选上去了 这就叫废票 但是在系统上你投了票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去投票 但你刚刚讲的其实都对 很多人讲 我又看不懂英文 我又不会 但记得这次的大选 选委会是允许 如果我不懂中文 而不懂英文 你可以带我进去 告诉我 哪个是什么党 什么党候选人 所以其实没有语言 那我再看一下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 为什么澳洲这么多市议员 市长那么多政客 政治人物是华人 因为澳洲都投票 澳洲的投票率是96.5到98 可是是因为这个法律的原因吗 因为我们都大概了解 这个不同的法律 对 但澳洲为什么投票率那么高 因为澳洲投票率高之后 因为华人人多 所以每个政党会把华人的当选人数 跟重要的位置会摆上去 但你刚刚讲的一个key point 澳洲它有法律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澳洲可能不知道 就为什么澳洲的投票率那么高 所以回到一个政党就是 那Paul 你有没有想过 要去涉及一下 来关于我们这个法律的修改问题 我正要讲 因为澳洲为什么投票率那么高 因为澳洲是这样 你不投票 一个人一次instant fine 400块 就是如果你家有4个人超过18岁 不去投票 一次罚1600 因为罚钱大家都出去 我在华人五是讲了28场 其实现场很多人讲 Paul 我们星期间也改吧 但我可以很笃定的跟大家讲 他不会改 因为一旦改了 澳克兰是20个市议员 有一个叫Paul Young 代表亚裔华裔 另外还有四个下来 要换亚洲人上 国会议员上一届有八个亚裔 我们姑且这八个留在那边 但这次只有六个了 这八个亚裔留在那边 还有十几个要下来换亚裔的 很多政治既得利益者 他不会去改 那我要讲到 那很多人讲 那Paul 你不是白讲了 又不能改 我们投不投票都没有影响 但因为我刚刚 之前我们有沟通过一个七万人 也许我们在节目可以最后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说了这么多 我们听到了 其实关于这个投票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些机缘奥秘 我们可以在稍作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 那杨胜员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关于一个数字 七万人 请问这个数字 七万票 对不起 那请问这个数字 到底有涵盖着什么样的一个奥秘 能不能再给我们解读 好 我很快讲一下 在华人50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讲了28场 借用今天的一个平台 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常我讲的14万张票 一半50% 17万票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就今年大选 不管是美国的 或者新西兰的 我们暂时不用今年为例子 我们就用过去三次大选 2011 2014跟2017 以2017来讲 大家知道工党那时候 没有拿超过50% 它必须要加绿党 加优先党 加起来超过50% 所以这50数字很有意思 那工党的阵营 跟国家党的阵营 在过去三次大选 2011 2014 2017 不超过14万张票 14万张票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 荧幕的观众看到 左边如果 多7万张票投过去 头左边 我们在电视里可以请导播 切一下那张图片 左边多7万张票 你的右边右翼的阵营就少7万 这中间就14万张票 所以大家知道原来14万张票的一半 7万张票就可以决定哪个政党 或哪个几个政党 可以做成执政或联合执政 而那个最大的执政党的 这个party leader 可以做国家领导人 就是总理 所以7万张票原来就可以决定 也就是我们回头看 过去这个纽约优先党 他在2011 2014 2017 他分别拿了9万张 7万张 14万张票 他就是kickmaker 少王者 那我现在就借这个计划 问美丽的主持人Tina 还有所有的观众 其实我们华人在新西兰 多少人 26万人 扣掉小朋友18岁下不能投票 至少有18万人可以投票 也就是过去三次大选 两个华人其中一个 50%出来 就超过7万张票 所以我们手中的这张票 很多人认为 谁当总理 谁当市长 谁当国会员 当事员 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稍微这张不少 多我这张不多 但其实是错误的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出来投票 华人一半出来投票 华人有50%出来投票 你在大选中 你就超过了7万张票 而刚刚大家也知道 7万张票 你已经可以决定 谁来做总理 谁来执政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 其实最重要 又回到您刚刚前面几段 讲的一个 华人投票是最重要 即使是投票票 当然我们的下一步 其实不是每个选区 都有华人 也不是表示每个华人 都适合你去投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贤举能 所以我觉得 就像您刚刚讲 我们华人50%的 这个所谓的智囊团队 还有高发很多华社的 这些精英 我们希望在2021年开始 对华人年轻的人 对从政 或者从政 不管是幕前幕后 台前台后的 希望能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 跟观念告诉他们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很谨慎地 去选择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还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拿这张票 难道我作为华人 我必须要投给华人吗 不一定 那如果不一定的话 就回到我上一节 可能提到过的 因为我怕选错 我怕这个 按照您的理念来说 废票也要投 可是我就不希望 投一个废票 没有 我刚刚讲的 废票的意思是说 因为每张选票 虽然没有你的名字 但那个有个八扣 你的票投出去 就算空白 刷过去 你有投票 那我们华人现在 因为我们是移民过来 如果在政治上 你投票率那么低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有国会议员 当的面讲 你们华人 就包括我 只知道吃饭捐款 招相不投票的话 那相对来讲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有个图 我今天没有拿出来 我们华人在新西兰 有二十分之一 就是超过五百分之一 你按照比例 在国会里面 你也应该有 一百二十席里面 有六位 但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大选完 就一位 其实如果 当然霍建强 愿意留下来 有两位 但一百二十分之二 跟一百二十分之六 是不一样的 那你相对 我相信大家 所有人都希望 假如我们国会里面 有六个以上的 华人国会员 我问华社好不好 当然是好事 当然选华人 不选华人 这是两件事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的地方 你根本找不到 我讲一个 顺便讲个笑话 去年在选的时候 在地方选举的时候 西区有一个 在微信群 那个群友发过来 Po 照了一张相 他们全家五张票 他说Po 我们全家都投你了 那我本来也很高兴 因为他在选举时间 其实时间不多 很快的看 但一打开放大的时候 我也撒住了 本来想跟他讲 要注意什么 但后来我就回了一个 有心谢谢 你知道为什么 这位朋友在西区 他认为他投了五张票 全家投给我 他是投了Po 但不是Po Young 是Po Davis 那因为我本身 不是在西区参选 所以其实他的选票上面 不会有我的名字 但为什么我讲有心谢谢 他至少他投票了 因为他投票的话 对整个奥克兰市来讲 投票率 华人就多了五张票 因为在政治上很现实 如果你不 因为我记得你本来问我 为什么参加DHB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参选的时候 我到东区去剪头发 在那个Middleland Shopping Center 有个韩国夫妇 他每次选举都说支持我 四五年 所以我把他当成是我的选民 刚好因为经过旁边 有一个华人的 这个做中医按摩理疗的 我就进去 他们从来没有投过票 那我就跟他讲投票 他们说 Paul 我们这次一定会投票 然后当我走的时候 我就问了这个华人夫妇 我说 我就问你多一个问题 你不用回答我 我说呢 如果有一天 你突然因为我是市议员 你找我需要帮忙解决问题 同时你隔壁的韩国夫妇 剪头发的也来找我 但如果两个不同的问题 同时间来找我 我的能力跟时间 只能处理一样事情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 我应该处理这位韩国夫妇 每次都投我票 让我当选市议员 来找我市议员帮忙 还是去优先我们讲华语 但你从来不投票给我 而且还记得 市议会的市议员 只有我一个会讲 在我们市议员那一层 Flow里面 几十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会讲华语 所以投票的重要性 然后刚刚你也提到 之前问Paul 你怎么 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 叫医管局 我今天也带了这个 其实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我们了解到 杨市议员确实有太多的身份 他太多的这个经历 这个非常丰富的人生 有的时候开玩笑说 有演绎的人生当中 实际上政治的 这所有的经历 都像演绎的事业一样 非常的疯 这个非常的疯狂 觉得说是每件事情 都在去做 但是我刚刚听了这么多 其实我还蛮感动的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是有限的 那包括您即将要给我们提到的 关于这个医管局的一些 相关的参选信息 就是不是现在 除了我们要鼓励华人投票之外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的一些选举人里面 就是我们参选的 这个竞争的团队里面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华人 可以去涉及政治领域 也可以去大胆的 虽然你是移民 但新西兰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要大胆的敢于 为自己的这个生活和权利发生 所以一切都藉有可能 然后杨氏议员 他其实在用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来证明一切有可能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 而且我之前在微信 发了一个图给你 在去年我记得 华人50的第一场演讲的时候 我其实有邀请 其他17位候选人 也有人来了 但也有人就中途走了 但也有没有来 但是17位候选人 不管他是参加市长 华人50的 很有意思 最后留在舞台 就从头留到尾 在舞台最后有照相的 最后那几位 全部在去年都当选 是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故事 其实蛮有意思 所以现在就跟我们 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聊一聊 DHP是怎么回事 OK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当然除了市员的身份之外 我还有一个叫做 Counted Money Call的 医管局的宝门本 把身份证都带来了 对 这是一个swap而已 那我比较少讲医管局 因为医管局 我其实是keep my promise 那我就把故事跟大家分享 其实跟各位大家都有相关 包括跟Tina有关 很多人会觉得 你参加医管局 关我什么事 那我的意思就讲就是 为什么参加医管局 其实大家可能有人知道 有好朋友知道 家父今年94岁 在8月29号刚刚去世 但在两年半之前 2018年年初 他因为身体 因为年纪大97岁 需要医疗照顾 所以他搬到养老院去住 但你到养老院去住的时候 你的家庭医生 从东区的黄晓曦医生 要改到养老院的家庭医生 当初的家庭医生叫 Dr.Denis Lee L-E-E 你到中国大陆来的 李先生是L-I 但港台 新马 李先生是L-E-E 但我第一次跟他通电话 我总共跟他通电话 跟面对面总共三次 第一次是用电话的 我讲完之后 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 我一直以为他是本地Kiwi 因为英文太好了 第二次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得第一次碰到他是在养老院的时候 原来他是华人的第二代 就他不会讲任何中文 我问他你会不会讲粤语 不会 普通话 不会 会不会讲名单的话 只是长着一个亚裔脸 对 他是第二代 OK 第三次我跟他讲话 也就是2018年 参加四元补选的时候 因为那个养老院知道我四元很忙 所以他 我不管晚上7点 9点 11点去 他都让我进去看我爸 那天我10点都快11点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正好碰到Dark Lee在那边 那我就谢谢他 我说谢谢你照顾我爸 然后顺便跟您报告一下 当然用英文 因为他不会中文 我说我顺便跟您报告一下 我要参选 四元的补选 他就抓住我西装的袖子 两只手 Pof 你要出来选DHP 医管局的董事 我那时候在想 会不会11点太晚了 太累了 我还说Dark Lee 我选的是地方政府市议会的补选 我以为他搞错 不是中央政府的卫生部的医管局 他说你一定要出来 后来我讲OK OK 我批评你 如果2018年选上市议员补选的话 明年就2019年 我一定会参选 所以我当初 因为我选上 说2019年我出来参选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跟对外任何人讲 反正因为其实这边参选很简单 你只要是拿新西兰的护照 超过18岁 你凑得到200块钱的报名费 你都可以参加 对 各位观众赶快拿本子 记小笔记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进选 没关系 你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忙的 然后那所以因为我选上了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说 我2019年选上第二高票 不是 而是想让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Dark Lee抓着我的袖子 要我参选 其实告诉大家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所有的医生 所有医疗界在开会的时候 不管是资源的分配 或argue 或吵架也好 大家whatever 那即使我们的这个Dark Lee 他是第二代华人 本地出身 不会讲中文 只会英文 社会地位蛮高 薪水也不错 但所有的认为 A Asian or Chinese 他只是一个华人 一个亚洲人 因为他的肤色没办法改 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多少华人的子弟 多少的下一代 下下代 我们希望他当医生 不是每个都能当 所以连Dark Lee 来这边新西兰华人的第二代 都抓着我要出来 他不是叫我出来爽一下 告诉大家我出来参选 他是希望我选上 那我要选上怎么办 代表华人发生 除了代表华人发生 要怎么办 最重要是什么 要投票 我投不进去 我选不上去 都是白讲 所以其实不好意思 我又拉回来讲说 其实光一个 这个医管局的这个选举 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这跟我有关 我们自己有孩子 跟大家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并不是 我一再讲 也是我参选的一个初衷 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帮助 我们移民的亚裔 尤其华人 能够Engage 融入本地 但同时我也希望 本地的人 包括我在这边住 已经三十几年的人 能尊重我们华人 跟亚裔移民 在这边的贡献 看得出来 这个 迫在讲到这些经历的时候 都非常的激动 就好像曾经的这些历史 又历历在目的感觉 那我们最后再来 聊一点轻松的 就是说到 其实您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曾经在奥克兰 甚至是在澳洲 办过很多的演唱会 但实际上 我们也要给大家 稍微的解释一下 这个演唱会的主角 并不是自己 不是您去唱歌 所以说演艺生涯指的是 您之前有个演艺经纪公司 对吗 我现在其实只有 因为做国会员 你就不能做 但市议员是 可以有自己的生意 但你要申报就对了 但也是因为 这个位置来讲 对我来讲 是一个全新 也是非常挑战的 再加上时间不够 对 又另外又兼了一个 一管局 是 所以目前来没有 但其实在去年 这个COVID一开始 COVID是今年 但其实去年年底 我们本来在讨论 今年希望 其实也都谈了 七七八八的 有一个真是天王中的天王 然后还有一个天后中的天后 还有一个好朋友 李世青 这个小提金家 本来是有三场以上的演出 在奥牛这边 但本来去年想说 这个疫情应该会过去的话 不如就今年的大概下半年 但没想到这个疫情 其实不仅是 但我们新西兰其实控制得很好 我们很拉挺 但全球 当然有人会讲 那你这样 这个我们不是很好 应该再来 但问题是 有将近每个团队 如果一百个人过来 然后要在那边先隔离十四天 那个成本 对 然后还有 又不能到做别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 再看回头再看亚洲其他地方 在短时间来讲 就是包括演艺的 包括这边的旅游 其实很多很挑战的 那也就是作为一个市议员 当然你会讲 Paul 你一下子讲市议员 又讲演艺 但只是说可能 在自己的身体的细胞 某个程度上 还是喜欢做回 以前自己的样子 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自己可以去操控 控制这个 所以做演艺公司 请各种明星 举办各种演唱会 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赚钱的事业 还是说真的是 你的兴趣爱好 我最差的就是 我数字很好 但我对钱是没有 比较没有概念 所以有人说 我像杨伯通 周伯通 我可能会比较兴趣跟爱好 还有挑战 我想有些人做很多东西 有人是算能赚多少 我比较喜欢那种成就感 就是可以看到艺人或经理公司 他对你的正面的评价 然后包括你很多 其实一个团队来 不是光一个台上的艺人 其实他有他的特别嘉宾 他有台上有很多乐手 这些乐手你可能看他只是弹个吉他 但他搞不好 他就是周杰伦的音乐总监 他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其实在这行业来讲 我觉得我一视同仁 但而且又可以看到 在新西兰 因为虽然我们说我们华人很多 但其实我们还是少数民族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其实我们人算很少的 但你能看到 如果你的票价又合理 然后每一个观众出去 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个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那种成就感比你说 你一张票赚多少 我觉得更好 没错 那所以你真正能够做 这个演艺事业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很多的 这个娱乐圈的好朋友吗 还是因为 你讲得很对 我有很多娱乐圈的好朋友 但我的好朋友很奇怪 很有意思 很多人是在娱乐圈认识的好朋友 我所有的娱乐圈的朋友 都是在新西兰认识 而且你看我过去办了这么多的 不管是演出活动 你看以前有做过什么周华健 然后看一下这个演唱会的现场 有看过周华健 有什么陈奕迅 刘德华 张旭 这些其实都做过 那 这个是谁的 你记得吗 这个是Eason的 2015年的10月13号 这个在Spa Arena 以前叫Vector Arena 这一场有8000多人 OK 看起来是蛮 那个目前都是 应该这样讲 目前也是 新西兰华人最大的一场 所以本来去年计划 是希望能办一场 比这个还要人多 但不是讲钱 就自己还是在某种 喜爱上或个性上 希望挑战一个 不是要更大 但希望更好 或更受到好评的 好 那刚才既然这个 杨氏议员提到了 好朋友周华健 那我们最后 节目在最后的时候呢 通过一段视频 来看看周华健 在当时 为Paul来加油助气的 一个小video 大家好 我是周华健 我支持Paul Yang推动的 华人50 大家都出来投票 加油 所以看起来周华健 还是非常的铿锵有力的 在这支持我们的Paul 老朋友 今天非常的高兴 请到Paul 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那有机会 我们可以常常的来做客 非常荣誓 今天我们的三三来客了 就是这样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 我们China33的YouTube平台 已经开通 大家可以订阅 并且搜索China33 New Zealand 而且我们的短信平台 也在下方显示出来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与我们联络 好 今天就是这样了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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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